早晨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9月22日 星期二 大家好 這節也是一個聯合廣播節目 我們看到一段很特別的新聞 我們覺得有一點點凹頭 慘不忍導 整件事真的是慘不忍導 很不合理 主事人的智商我們也十分質疑 當然是香港警察 警隊速龍成員入品球禁起底 這個問題其實是很難的 為甚麼呢 起底的東西就沒得禁 因為已經起底了 你只能夠 令他不再 大幅度擴散 就是他的目標 最慘不忍導的事情就是 速龍成員 增強 起底事件曝光率 是的 這個做法簡直跟梁振英很相似 他本身的原意是想 不要曝光 別讓那麼多人知道 但是現在 自己進了法庭 搞到所有報紙的採訪 變了通天了 我們不認識他的 本來那些起底的 Post 內容 是不是真名 是不是準確 都是誠意的 為了保障這個受害人 他會叫做5X國 這個5X國就是因為 被人起底 自己做原告人入品 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 原告人 自己入品 把整個名字 他沒有查過名字 他們現在很流行警察 去裁判署 申請不把警察的身份披露 他們去申請禁制令 民事訴訟 自己做申請人 變相把自己的名字貼出來 沒錯 有全名了 控告另一個 跟他一樣是姓五 本事同根身 雙尖何太急 大家都姓五 五百年前是一家 這件事本來我們也不知道 他入品之後 陷害報紙 包括藍絲報 連頭條也動他 沒有動他 頭條是同情 整個名字和他的照片都貼出來 我覺得你首先要用禁制令 先禁止頭條 先禁止頭條 反而蘋果沒有 蘋果流了 只有高等法院 我發現那些港人港地的頭條日報大幅度把這位人士的照片貼出來 而且他們穿著同軍的制服 十分之英偉 新聞事件說 5X國先生是 速龍小隊裏面的成員 指控另一個人 在Facebook和IG裏面 圖文並阿茂 公開他的中英姓名 住址在警隊求其他制服團體內的職級 意圖對他進行恐嚇和滋擾 該名速龍入品高院 要求法庭下令對方刪除有關資料 同時禁止公開其姓名 地址 電話 身分證號碼等資料 並就此向對方追加重 或懲罰性的損害賠償 這件事真的很奇怪 之前警察拿禁制令 是代表整個警務處去做的 而禁制令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好像從來都沒有撤銷過 禁止起底令 竟然是 為甚麼這位五先生要自己撲出來 自己做原告人 去核實自己的名字 然後來 就這樣入品呢 我真的不明白 他好像害怕人家不知道這個名字是真名 是吧 是吧 5XX 日品狀指被告 在今年6月6日及10日 個人Facebook及IG帳戶發帖 將原告的資料公開 原告要求法院下令被告刪除資料 並禁止被告及其代理人在未經原告同意下 再發布透露原告的資料 即包括但不限於原告的名字 職業 住址 工作地址 電郵地址 生日日期 電話號碼 身份證或其他官方 認證的身份號碼 警員編號 Facebook及IG帳戶及照片 意圖對原告進行威嚇及滋擾 或協助促使教唆他人恐嚇及騷擾原告 很複雜 總之這些法例的事情 但是 我們會刻然看到 將他的名字打入Google search 即時 就有齊所有的資料 中英文姓名 姓別是藍 住在牛頭角 大家有興趣自己找 其實是這樣的 他的禁制令還沒得到 現在沒事的 沒有理由呢 說真的 愛店沒有可能有事 哪有域外效力 沒有可能有事 不好意思 我們要讀出來吧 中文姓名 為了遺傳厚道 中文姓名 認爲5X國 住在 九龍牛頭角度33號 弘光流 私座6樓7室 應該是自治物業 不是警察宿舍 職業是香港警察特別戰術小隊 同軍維多利亞城 區 的區總監 真厲害 原來還有一個父親的編號 A0171 5X國就是香港警察分子 現時俗稱速龍的特別戰術小隊成員 以下他身穿 小隊服裝的相片 戴眼鏡 這個好像是被懷疑 7月21日在 中上環那裏示威的時候 就是在天橋向示威者 瘋狂掃捨開槍那人 原來是他 然後還有一個編號叫553327 是他警隊編號 他也是用這個 光管照的記者 企圖令到別人認不到他 他這樣做法令到記者集中焦點 就是影響他 其實是 他這個是 作為Tension的伎倆 他是不是跟盧偉聰 同學來的 災難碩士 災難製造碩士 他是同軍來的 同軍要教人 製造災難 所以他可以行一線 製造了災難就可以救你了 好像看IQ博士那樣 超人經常說要做好事 一會兒把手榴彈給人 然後把手榴彈炸夠的人就送人家去醫院 這裏很豐富 還有一大堆其他濫權人物 很多 濫權人物 全部都是警察系的 這個channel真的有很多東西看 以往我們 這個叫做 香港偏連市 幫大家宣傳一下 有大量的人物資料 大家 可以搜尋一下 不過其實 你看新聞 把他的名字回答Google 你已經找到了 所以 有英國手足跟我們這樣說 香港萬一真的被人拿禁制令 搞不定 以我們粗淺的理解 香港的法院 沒有理由 會可以域外有法 域外有 司法管轄權 所以就說完了 請你們的伺服器不要派到香港 只要不派到香港就可以了 這裡有很多警察資料 全部都是 還有謝震宗 謝震宗 原來住在康夷花園 還有他身份證號碼 你們是不是打算 誰都要挑戰 我可以告訴你 我在英國 就是這麼多 我屌你老母啦 哪個法官呀 哪個狗是法官呀 我屌你老母 明天開一集 專屌你的法官 其實不要緊 在香港的天都會扔的 我屌你老婆的手提電話 我想應該停了 如果你貼Facebook 你的Facebook會被人禁制 因為之前我們貼朱經緯 被人禁制了四次 我覺得 朱經緯 真的是不應該貼的 其實朱經緯真的不黑 現在是黑經緯 現在是白警來的 要是一直看來的 現在是數盤 現在是數盤 謝震宗有一子一類 合屋相也都齊了 大家 自己上網找吧 Hong Kong Chronicles.com 香港編年史 打香港編年史 都挺好的 整件事就是 一個mix角 日品公安法院 本來沒有人看的網站 引起媒體關注 包括我們的媒體 作為媒體 我們應該是email發揮所有事情 首先要澄清 報導這個真相是我們的責任 這是傳媒的責任 我們不會受黑勢力的恐嚇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網友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Google Google這個世界真是博大精心 有很多東西看 先說到這裡 拜拜